这是文件加密的框架 这是文件加密的什么框架 文件加密 加密的什么框架 框架一条嘴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可以过后了 接下来咱们就干嘛 咱们就去实现 实现 实现第一个 他说了这个是获取文件名 获取文件名 那么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函数 将来我们要去实现这个函数 就说要去实现这个函数 首先要调用 那么调用的话 就这怎么调用呢 它的文件名叫什么 叫get file name 函数名 函数的调用是什么 函数名加小括号 函数名加小括号 这就是什么呢 函数的调用 这个只是API 注意一下这是API参考 那么这时候 这个函数名叫get file name 那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 是目的文件名 一个是原文件名 那么目的文件名 原文件名 就算我这个函数 得到了目的文件名 和得到了原文件名 我是要保存起来 对不对 我要保存起来 那保存到哪了 肯定要保存到外部空间 为什么要保存到外部空间 因为 这个下方 它要用到什么呢 要用到我们的文件名 你看这个位置 它要用到我们的文件名 你看到没有 它用到我们输入的文件名了 你如果不把它拿出来的话 不把它拿出来的话 这个地方是用不到的呀 读文件的时候 用不到的文件名 所以说 我这首先呢 要定义两个文件名 将来存储我的文件名 那么这两个文件名 分别是啥呢 source file source file source file name 比如说是 64吧 这是获取原文件的 用来保存原文件的 那么这个呢 保存的是什么呢 目的文件的 des 这两个是des 保存的 那么既然这个函数 传参 注意 它的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des 目的文件名 第一个参数 目的文件名 第二个参数是原文件名 别传错了 别传错了 那这时候呢 你看 我把这个数组名 传过来 那数组名是 这个数组的首元素地址 比如说这个函数 知道这个空间 这两个数组的首元素地址呢 那么它在获取内容的时候 获取文件名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 往这个数组名复制 我们说一个函数 要想操作外部数组的内容 只需要传数组名过来 是不是行的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实现这个函数 那么实现这个函数 怎么实现呢 就是把这句话呢 干嘛呢 把它拷过去就行了 实现 方点c 它已经规定好了 也不是你能乱写的 拷过去就行了 接住室 接住室 好了 在这个位置 它没有返回值 wide没有返回值 你就return 什么都不写 OK 就这个 好了 它说啊 你看它是怎么获取的 伙伴伴伴伴 你瞧一瞧 请数理的原文件名 30个字符 请数理的目的文件名 30个字符 所以说这个地方 它既然说 说了30个字符的话 那我们也要去规定一下 30个字符的话 我主函数呢 这就就就 我就写成64个字符吧 就是 64个你还留一个反弦加零的话 就是 就63个字符 算就它一样吧 31吧 31 你看留一个反弦加零 31吧 OK 好 这儿呢就是printf 就像按照它打印 请输入 我看一下它是提示什么呢 请输入你的原文件名称 请输入 请输入你的原文件 原文件 名称 原文件名称 那么它说是多少个字符呢 好 我们看一下 30个字符 30个字符 30个 30个 30个字符 30个字符 加个这个 那这儿呢 就可以获取 sgf 获取什么呢 获取 百分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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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百分s呢 注意哈 这就是原文件 原文件是它 原文件是它 注意这儿 那么这个地方呢 原文件完了过后了 它还有一个什么呢 你看一下 它说 请输入你的目的文件名称 目的文件名称 原文件输完了 输入目的文件名称 那我再把它复制一下 你的 目的文件名称 目的文件名称是放到这里面 放到这里面 放到这里面 OK 好 那这时候呢 就获取到了 获取到过后了 一定要记得 把这个函数干嘛呢 你看到没有 第一个 这个函数啊 我们要知道 如何去调用 这是一个 根据API 如何去调用 第二个呢 根据它提供了什么 这个行参 我们如何去通过 实现函数体 实现函数体 这是对大家要求挺高的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 这时候呢 就可以加个分号 加个分号了 对它进行声明 对它进行声明 Exit Exit 那这时候呢 在组函数里面 就调用成功 那调用成功过后呢 我们去答应一下 到底获取到没有 到底获取到没有 就原文件名和目的文件名 到底获取到没有 就一定要去测试 因为这个获取到过后了 才能决定我们后面 去携代码 才能决定后面去携代码 这个一定一定要注意 我们 你文件名都没获取到 你下面怎么去读文件 所以说我们再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 数一 数一撬回车 请数你的原文件名字 比如说A点TXT 撬回车 请数B点TXT 目的文件名 撬回车 你看你的原文件名 是A点TT 你的目的文件名 是B点TT 是不是对应的 对应的 那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当前 这个代码是成功的 成功的 那么保证 这一步好使得过后了 接下来我们再写第二步 写第二步 好了 那么 这个就是我们 获取文件名 获取文件名 这一块 有 没问题的回个是 有问题的回个0 伙伴们 没问题的回个是 有问题的回个0 对于我们 获取文件名 这个函数 一定要干嘛 记得 记得在外面 定义两个合法的空间 因为这是个指寸面量 你看这个行参是个啥吗 这个行参是两个指寸面量 这两个行参是个指寸面量 你不给它合法的空间 它怎么在函数内部 借助指寸面量 给外部空间负值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要注意一下 那这个地方注意完了 过后了 接下来就是下一个 下一个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到没有 这是啥 这是什么呢 获取文件名 那获取文件名呢 看到没有 第一个参数是文件的什么呢 长度 第二个参数是原文件名 第三个呢 就是得到的内容 得到的内容 我们一定要注意 得到的内容 这个呢 得到 它这样写的话 我们调用呗 首先是调用 因为这是函数调用处 就这个 它说第一个参数是长度 既然是长度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儿 就要定一个长度 定一个长度 叫什么呢 它说是interless Lang 无法让行 长整行 无法长整行 长整行就别给我写个LangInt 就写Lang就行了 这个有点过分了 就无法让 它是什么类型 就什么类型 别人是 因为它为什么是新花呢 因为要取地址 所以说我就取 无法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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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Lang 等于这个等于0 什么等于0 那么你看到没有 我们读取内容 当我们读取到这个文件内容的时候 就知道文件长度 说白了就是函数内部 给这个变量复值 所以说要传什么呢 要传地址 要传地址 而刚好传地址 你看到没有 刚好这个变量 是无法让行 那么传地址 就是无法让行 而我们的行餐 是不是就是无法让行 所以说 这个变量该怎么定义 完全是通过行餐 我们分析 来推出这个食餐 该怎么定义的 怎么定义的 这就是借助API 你要去思考的 你看吧 它是一个无法让行 净块类型 那就说明我函数内部 要给外部变量复值 就函数内部得到的文件长度 要付给外部变量 而外部变量 说白了 就是要在函数内部更改数据的话 那就只能传它地址 传地址 那由于说这个行餐 是某个变量的地址 什么变量地址 把它脱黑 那是不是就是无法让行的地址 所以说我的变量名 就定义成无法让 好 这是这个 第二步是什么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第二参数是文件名 那是source file的原文件名 我们要读取原文件内容 原文件名我们得到了 所以传过来就行了 传过来就行了 那么还有呢 这个返回值是啥呢 返回值 这时候你不记得了 那你就要看这个位置 返回值是啥呢 你看一下 读取文件内容 返回值就是读出的 资物串的手地址 那说白了 它会返回一个地址 返回一个地址 比如说这个读文件数据 读到够 它会把这个资物串的 手元素地址去返回 那么它的地址是 返回的地址 返回的地址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 只需要干嘛呢 返回干嘛呢 新花什么呢 新花 新花什么呢 新花就是file data 文件数据 file data 定一个什么 指针变量 定一个指针变量 干嘛呢 去接一下它就行了 接一下它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的文件内容 这就是我们文件 读到的文件内容 那么传文件名 复制长度 得到文件内容 这就成功了 这就读到了 接下来我们叫实现 一定要注意好 把文件的地址 一定要返回 然后呢 就是干嘛呢 就去实现它 实现它 那么实现它的话 怎么去实现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好 实现它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去实现 那么接下来 这是长度 这是这个文件名 首先第一件事情 先不管那么多 首先我们定一个文件指针 文件指针 这就是对我们文件的复习 对我们文件复习 那文件指针呢 干嘛呢 去open 打开一个文件名 打开文件名 一定要注意是 它的文件名叫 filesource 就打开 千万不要对这个 进行双引号 千万不要给我 进行双引号 扩下 这时候 你把这个扩下 就打开的文件名字 叫什么呢 sourcefile 而我们要打开的是 sourcefile 这个指针变量 指向的文件名 A.TT 这一定一定要强调 这是指针变量 它代表就是那个周刀 代表就是周刀 那么打开的方式是什么 我是读啊 我是读操作啊 读操作 那接下来就是 eve什么呢 eve 如果啊 等于空 那么就打开失败了 这个和我们文件操作呢 学习的是一样的啊 学习的是一样的啊 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什么呢 p error啊 p error干嘛呢 p error f open啊 f open 然后呢 干嘛呢 文件打开失败了 那还有 必要继续吗 ret什么呢 ret r ret un ret 空啊 空就行了啊 ok 好了 这个地方啊 为什么返回空呢 因为这是返回只是地址 必须是空啊 返回是地址啊 地址啊 好了 这时候呢 就干嘛呢 还记得吗 获取文件长度是怎么获取啊 获取文件总长度 获取 获取文件 总长度啊 总长度是怎么得到的 获取文件总长度呢 第一步是什么呢 将文件定位到 就是将 留子针定位到 将 说一下啊 将文件啊 留 子针定位到 定位到文件 尾部啊 对吧 文件尾部是什么 fsec 对吧 我们复习一下 对吧 fsec对谁定位呢 fp 0 然后2 这就是尾部 尾部过后呢 就是什么呢 获取文件长度 获取 文件 它长度啊 长度 那获取文件长度呢 这是文件长度啊 这就是文件长度 这是个 只是呢 它是个指针变量 火门啊 这是文件长度呢 是一个什么呢 指针变量 指针变量 取新花就代表外界的内容啊 就付给外界变量就行了啊 它是怎么得到 ftel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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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就得到文件的长度 好 得到文件长度过后呢 干嘛呢 注意啊 复位啊 复位文件啊 文件什么呢 留子针啊 留子针 留子 那叫什么呢 reward 因为接下来要读嘛 reward 什么呢 fp 好了 这个你看啊 注意啊 这是文件长度啊 我们获取的文件长度是复给谁 注意这是指针变量啊 指针变量保存是什么 外界的这个 外界的filelend的什么呢 啊 外界的filelend的什么呢 外界变量有个filelend 我传的是什么 传的是它地址啊 说白了就这个指针变量指向了这个地址啊 指向这个地址 那么取新花就是内容 就是外界的这个变量内容 那么我把这个 付给了这个新花filelend的话 就相当于 把这个文件的总长度就付了给外界的变量啊 外界变量lend 那外界变量lend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伙伴们 就是我们的这个啊 这个变量啊 付给了这个变量啊 伙伴一定要注意啊 好 所以说我在直接取的新花 我没有用中间变量 我也没牺牲中间变量啊 那么这是这一步啊 那么这一步写完过后啊 这一步写完过后了 嗯 接下来呢 就是我写框架 接下来就是一次性啊 一次性读取文件内容 读文件内容 那读取完文件内容呢 将将将什么呢 第二步就是将文件 将空间的其实地址空间的 啊不不不 不是文件读取啊 是这还有一步啊 没写啊 什么根据啊 根据什么呢 文件的长度 申请 申请堆区空间啊 申请堆区空间 然后一次性读取 那么将堆 将空间呢 返回啊 将空间返回啊 空间地址 什么呢 空间守地址 守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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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啊 返回啊 这就是接下来要做的啊 OK 那接下来做呢 我们就先干嘛呢 就先啊 停一下播啊 咱们午时再见啊 伙伴们啊 咱们午时再见啊 好 好 感谢观看